字幕提供 歡迎收看 我們Nasty 我們很久沒有 跳出直播室 很久沒有開會 很久沒有節目 因為 中間發生了很多事 是技術問題 這個時代要講 亦都來講 我們又忙 公民廣場接力 其實要講一下 淵源 為何RTV會接力 大家都知道 上星期日 大班台 即數碼電台 暫停了運作 過了二禍七日程 然後 現在只是播歌 沒有人在 實時發聲 聽不到大班 大小班 林伯 Q仔的聲音 所以為何 接力 他們那班員工都這麼辛苦 不出糧 都下來了七日 都是我們民間的力量 應該要做些事的時候 所以我們RTV 和民間電台 都會在政府總部 每晚的五點至七點 就是RTV的直播 接著 如果再晚一點的時間 七點打後 就由民間電台 接力廣播 發揮公民社會 所謂公民社會 就是一個全民的參與 其實 講講我們要講的 今天節目的題材之前 剛才牛哥 曾建成在絕緊食 大家可以來支援他 其中一件事 他開幕之前 就跟我們講了 跟我們講一題 一會兒七點 到後 在民間電台 有Q仔會在這裏做節目 希望大家記得收聽 收聽 如果收聽的話 可以用民間電台 用FM廣播 又或者如果是說 你那裏未必收得那麼清 我們都在這裏作出一個呼籲 希望是 來到政府總部公民廣場這裏 是支持牛 支持劉南郭 支持FANNING 亦都是下來去支持Q仔 和支持DBC 沒錯沒錯 那說回我們 平時這個 今天預備了的題目先吧 喂 這樣正式開始之前 其實我們都真的要 給很多觀眾 相信有觀眾都一直在網上看 其實為什麼我們 尖前故後會 都叫做正正式式 將一個節目搬了過來 其實有一件事要說回來 尖前故後這個節目 或者我和Nexy之所以 會出現在一個媒體平台來說 事源於 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這件事件 沒錯 剛才Jacky也說過了 8月8號 政府 這個叫做商務及經濟發展 又是那位局長 是嗎 蘇 蘇 無良 好像有大班叫做蘇無良 我 我 之前我記得他叫蘇卡片 我會直接用一個詞 因為蘇錦良本身 它是隸屬於哪一個政黨 最無恥那個 最無恥那個 跟哪一個 一個很國際級數的政黨 很有關係 哇 那當然是跟這個CCP 不是CCTVB 是CCP CCP的話 如果套用這個 台灣的叫法 這些應該叫什麼 叫做 蘇 說了姓之後 要加一個字才叫名 Sop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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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件事 也有其中一個淵源 另外就是說 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事件 其實都跟政府糾纏了超過4年的時間 但說4年來 政府和傳媒的刻意低調 令到很多市民都對這件事不知情 不知情的情況誇張到 是去到8月8號 當日是有記者去問那些市民 都不知有件事 這麼發生 不過這樣 既然說到8月8號 現在我們真的要有一件事 因為這麼久沒有做節目了 多謝我們的聽眾 多謝我們的觀眾 多謝一直跟我們簽名 去支援我們活動 所有參與過的市民朋友 因為這個勝利 政府不減拆過巴士總站 宣佈放棄 勝利是屬於大家 是大家的能力 是大家的付出 才有今天這個成果 所以我們一直 我們都是在說這件事 要多謝的是群眾 因為是群眾令到事件改變 我們一直其實去搞這個活動 這個運動的時候 去保留巴士公站的運動 我們都沒有想過可以成功 但是我們的堅持不是因為我們看到有希望 而是我們的堅持才有希望 是的 所以有一件事 是更加之重要的就是 如果沒有 兩萬五千幾個市民簽名 甚至乎早期我們收集了超過六千個簽名 交去特首辦 加上超過三萬名市民跟我們簽名 我們是很相信 不可能把巴士公站成功保留下來 如果說回今天我們在這裡 我們其實要多謝一個人 還有誰呢 我們要多謝林伯 為甚麼呢 剛才提過 傳媒低調 政府低調 其實聲音是很薄弱 但林伯在DBC開咪之前 其實他就是在阿華TV主事 我們之所以能夠在阿華TV 有一個這樣的平台 去把尖碼的資訊去發放出去 其實我們真的要很多謝林伯 這些有心人 這些出錢出力的有心人 我們要給多一次多謝你 多謝林伯 多謝林伯 好啦 那真的回到節目了 剛才說過了 8月8日就收了兵了 是不是 然後為甚麼我們這麼久沒有開咪 都要解釋 大家都知道了 選舉了 對不對 選舉那段時間 我們當然是四處要幫助 一些幫過我們守的參選人 是的 贏輸 現在都有了定案 總之 我們也要多謝各位 支持這一班 幫過我們守的參選人 有些可能現在都成為議員的朋友 是的 多謝他們 多謝各位選民 也多謝他們一直有幫我們 沒錯 如果看回8月9日的報紙 很多份 包括AM730也好 星島也好 明報也好 蘋果也好 邊份也好 喂 都有提到一件事 我們還有手臂跟 很簡單 其實為甚麼呢 政府說不拆過巴士總集 大家乘車乘船 起碼都還可以原汁原味 原地那裏這樣搭 但是其實都看到一些設施 好像碼頭的巴士總集 對出有一些上蓋 不是石屎上蓋那部份 那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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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很多年 沒有怎樣收集過 一些漏水 山壽的情況 那其實這些我們都是 一直會去跟進回 要求有關的巴士公司 或者政府部門 要他們去盡快收集這些 因為都定了 都不會拆了 那是不是應該做一個 好一點的乘車環境 給市民呢 還有一件事 我們曾經都做過 那又是去要求股資會 進行評級 好像搞了那麼久 股資會 好像當時 因為這個政府山事件 陳智思說 宣布辭職 只要有新人接手 他就拜拜 但好像都還沒有人接手 他還是股資會主席 但問題呢 陳智思答應了 將尖馬打尖評級 喂 他現在不做 會不會走數 這些 是不是又要 佔領廣場 大家 唉 真是都不知道怎樣 那已經兩樣要跟 第三樣要跟 其實從尖沙咀 碼頭巴士總站 開始 慢慢我們做一下 做一下 已經變成了 好像一個地區組織 很簡單 一件事就是 政府當年是因為 要發展旅遊 然後說想拆站 喂 現在 好了 站也拆不成 但原來更加發現到 那個區 很多遊客 會在那裏 去旅遊 沒錯 另一件事 有一些金團的 他們的旅遊巴 喂 下車上車 竟然是不夠位 在星光大道 是要Double Parking 司機冒著被抄牌的危險 被乘客上落又危險 那些客人上落都危險 當然那些車 中間有一個 不知道 看不及 那個我睡不睡不夠 打算倒車走 怎知道剛剛有客人走過 死了 已經夾到變三文治了 一公 幸好還未發生過 暫時未發生過 但是呢 還有一件事好玩的話 將兩件事合起來 其實整個拆射尖沙咀馬頭巴士總站的計劃 政府是玩了一個叫做先斬後袖 建了一個站出來 在尖東摩地道 怎知道那個站 現在 硬 本來根本是雕空的 連這個審計署都動到這個運輸署了 但是結果 我們給他一個方案 不如你的旅遊巴不夠位置 放進去 又要死要扁 到今時今日 結果 就硬把 一天開幾班繁忙時間 那些巴士線 才走進去 然後 又不知 硬不用繞進去的那些線 又走去繞個圈 又不知做甚麼 就是 擺明啞著 會不會是鄭宇華說一句 老娘起出來 說要怎樣就怎樣 你說想做一個偏不給 會不會是這樣 收工 鄭宇華都現在 真的不知飛了去哪裏 都不是住何名田山 是吧 那句說已經閃了 真的不知了 這件事其實引伸出來 就是我們同時間 因為還有一個背景就是說 當拆站計劃的時候 他說要建一個露天廣場給遊客 其中一個東西 又是被我們成功踢爆 就是說 沒有遇到地方 被一些旅遊車出入 那裏 現在其實 如果大家 有留意的 尖沙掌碼頭的巴士公站 那個圈 整個的士站 巴士站 車都可以進去 專利巴士 的士 私家車 是為了偏偏的旅遊巴 就是不能進去 不給你 就不給你 可以吹嗎 為何會這樣呢 這個真的不知道 以前其實很多年前 70年代是可以的 很多年前 或者可能就是這樣 就造就了一件事 造就了 其中有一件事 我們跟政府官員說過 巴士總站本身 其實是 已經有個旅遊的功能 有什麼旅遊的功能 除了見到有遊客 自己在那裏搭車周圍去之外 現在5點13分 晚一點 如果 或者不一定要今晚 每一晚其實大約8點左右 到那裏 你會發現 竟然有旅行團 即是那些 日本團 韓國團 歐洲團 都有見過 夜晚也有嗎 夜晚我也有見過 真的 做什麼呢 金頭髮那些 當然不知道他歐 應該這麼說 歐美人士 我不可以說 那些不可能是美國的 如果純粹說 或者 或者 用一個旅遊業的行內 術語叫鬼佬 鬼佬客 這樣說 竟然 尖沙咀 碼頭巴士總站 是訪港旅行團的行程參觀點之一 因為我們很多都是上完山頂 接著搭回旅遊包 到中環碼頭 接著搭天星 小輪 過海 再在那裏搭巴士 進入雙層巴士 走去旅遊街 再行街 或者去廟街行街 是的 原來是有一個這樣的行程安排 所以呢 走回去 就說 我們都會關注到區內的交通 旅遊交通方面的問題 我們是向政府提出了 四十一項的規劃建議 有些好像 他有些是 剛才說的 死要面 但有些好像 這樣做不了 五個五個 五個 其實我們還未掛Banner 成功爭取 是的 我們真的還未掛Banner 我們四十一項的規劃建議 其中一項 剛才Nasty說了 將尖東摩地道巴士總站 改作旅遊巴亭車場 其中有兩項的建議 五個五個出現了 第一個 在金馬輪道 有一間萬寧 對 萬寧門口 那裏原本有兩個泊位 我們因為那裏 其實如果大家有下去 走開街的話 你會發現 走前一點 有一間印度餐廳 還有一間韓國餐廳 沒錯沒錯 遊客來香港都要吃飯 對不對 那我們 衡量過那裏的需要 我們建議 多加兩個總數 四個 那裏已經加了 對 泊車位 好 另外一裏 就在嘉年威老道 去到哪裏呢 近住這個 嘉蘭圍那裏 那裏 即是哪裏呢 即是那間叫 Ramada Kowloon 九龍華美達酒店 對 即是尖東的內街 對 那裏呢 就 那裏就加了兩個位 那裏呢 但現在反而有些重災區 都似乎還沒有解決到 因為不肯呢 死要面 不讓那個尖東摩地 油巴士控站 放入去 這個 即是擺旅遊巴 結果現在那個叫做 盧家蓮威老廣場依然每天都在 還沒到爆 而且有間餐廳還沒了之後 隨時那間餐廳就變成大陸餐團 隨時是做我的 是開玩笑的 因為其實那裡是很多 本身現在都是在做一些團餐的地方 有一間是印度餐廳在旁邊 沒錯 也有一間是酒樓那類的 我知道那裡下車 最近很多是去德興的 德興 德興就在另一邊 但是有些都會在那裡 車都在那裡 還有呢 大家不說不知 平時可能會覺得去吃飯很貴 吃中午飯很貴的東海和潮州城 都有做出全餐的 所以其實整個尖沙咀 那個問題大家可能出到去 發覺很多旅遊車 為什麼要放在一條街上 特別在七涵道南 你明明看到巴士總站嗎 在摩地道的巴士總站嗎 車裡面就沒什麼的 但是外面的旅遊巴 就要放了一條 兩條線行車線 有一條永遠被那些旅遊巴佔領了 然後你走到旅遊巴的旁邊 你見到門旁邊很多時 有一瓶膠瓶 裡面有一些黃色液體 那些其實就是一些新血汗來的 就是一些司機的血汗 為了不想整天的血汗 錢沒有了450元 是啊 那你就被迫在車裡面解決 但是如果說到這個話題來說 其實在尤之旺區議會裡面 我要說回一點點 回一點點 昨天有一宗交通 前天應該說 有一宗交通意外 尖東發生 一部旅遊巴 騎了一張的士 行好兩車的士上的司機 和那位荷蘭籍的乘客 安然無養 那呢 就有人 聰明不切 說什麼呢 走出來 這次又 是誰呢 是中國香港全部都沒有了 還是這個當區 應該是否姓孔 當區姓關 關壽齡 建聯關壽齡接東區議員 他昨天接受訪問 幾個傳媒訪問的時候 其中呢 NOW新聞台的訪問呢 他就指出一點 就說 區內呢 太多旅遊巴了 所以搞到呢 周圍交通納納亂 是啊 那些旅遊巴為什麼這麼多 是多呢 為什麼呢 那問題是 為什麼這麼多旅遊巴 因為你尖沙咀遊客區 為什麼會這麼多遊客 你是要跟著你啊 我講的問題 是 廣東道為什麼會被迫爆了 唉算了 這件事 不是啊 這個國籍的問題 那些呢 真是跟著旅遊巴來的 那些是來玩的 那事實 那我們開放了一個 即是叫做開放了一個 觀光的 中國觀光 應該是自由行的政策之後呢 那些是真的觀光客來的 那大家真的要解釋清楚 對 但是啦 那個問題是說 我真是想一句辦過去 你關壽力 你懂不懂交通 為什麼尖沙咀的交通負荷這麼大問題呢 其實如果是會認識交通運輸學來說的話呢 就會知道有一件事就是說 交通流量如果有地方是被那些車停下來的話呢 那個流量就會減低 因為他不用佔用路面行車線去停車 不論合法還是違法 是啦 沒有 有一個這樣的情況 但問題呢 有圖有真相 待會完結節目可以跟我拿來看 關壽寧 他在今年的2月29號 尤沙旺區議會交通運輸委員會裡面一項動議 他要將我們成功爭取的其中兩個拍位 金馬倫部那兩個拍位說要取消了他 還有 今天沒有引出來 兩個星期前 尤沙旺區議會大會 他有多一項動議 又怎樣呢 就要將呢 剛才我們提過的那個叫嘉連威路廣場 就是那個叫明輝中心那裡 還有這個摩地廣場 就是這個 帝院酒店那裡那個位 他說那裡太多旅遊巴出入 建議當局呢 將這兩個地方劃為24小時旅遊巴禁區 嘩 即是準備下去要派坦將旅遊巴司機 看看民建成功爭取 喂不要啦 不要啦 我呢 不如一件事想想它 那怎樣 佔領摩地道嗎 那又不用 那我們第一次做這個議題的行動呢 就8月20…2010年8月22號 然後8月23號晚上就有件不愉快事件發生 那但是日後呢 其中呢 那些報紙呢 最爆的一件事呢 就是那個女司機 拍攝著拿了個膠兜出來 是啊 即是剛才那些膠樽膠兜虎主大聯盟 喂不如這樣啦 即是那些是因為他要解決 要解釋給觀眾有些新的 未知道發生什麼事 因為那些女司機 那些男司機我們剛才就說 膠樽 即是用膠樽 即是女司機就比較困難用瓶 是啊 然後結果他就是拿了個 這麼大的膠兜 即是那些洗面盆Size那些 洗面盆的那些膠兜 那麽呢 就是在車上走到後面 拉窗這樣解決 就是這樣的 喂不如這樣啦 我們摘個良辰吉日 我們看看希望有沒有更加多的市民 跟我們一起 喂 拿些膠兜去給關秀寧 叫他試一下 用膠兜啊 也好啊 想想他來 不是送膠兜去中國無辦事處 還要 我建議呢 如果是 油尖旺 那麽多是男性的議員 應該送多幾個 我怕他誤會了 有其他用途 哈哈哈哈 真是 好了 這個第二 第二個首尾 第三個首尾 喂 還有啊 那時候政府本來要放一輛舊巴士 在這個海邊 什麼露天廣場吹風 這個呢 就是講第三次的看憲 就是講的是去年十月第三次看憲的時候 他那個計劃呢 原本就提議呢 就將廣場縮小 然後呢 用這個交通歷史文化呢 作為一個主題 那就是最主題 那上百屆 不知1949年 可能 不知1949年 不知1949年 1963 巴士 隔路的巴士 放在海邊 喂 但是他很強調那輛車行不行的 但是你那輛車如果這樣 到時只放在海邊 那輛海邊的鹽份高 那輛車是鐵造的 那大家都知道要生壽了 生壽之後 那就倒塌 那這樣 你沒有做過一個好的背套 隨意放一輛車在那裡 在海邊吹風 那到底是保育民物 還是破壞民物 這個是有先例可活 台灣 很多一些老的火車卡 都可能政府會和台鐵的 拿回來買一些戰艦 一些地方 但是有一輛車 就是放在花蓮 花蓮的海邊 那呢 澎湖海邊 那些人說 花蓮有 澎湖也有 去看資料 那呢 海邊 放在那裡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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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那輛車呢 我看回一些朋友拍照 就有個山菇 這麼好玩 因為有些是木造的 車身 有些呢 有些是鐵造的 那樣的刮谷骨也 這樣就刮到刮了 結果後來呢 那些民事保育工作人士 看見這樣就細色 原來要他們拿回一些車回來 要他去復收 知不知道要搞多少錢 但最重要原來他們是沒有一個撥避 在台灣鐵路崗 是沒有一個撥避 是專門做這些事情 最近看回才知道 原來是要靠那些員工 老員工他們自己 拼心拼命 用自己的 僅有的 在鐵路局裡面的資源 去搞的 不是另外一個 會不會去做一個保育文化的 這些工作 令到那輛車可以走得回 但是 那些車要搞得走得回 都一大堆周章 但是你明明一輛 很好地走得動的老爺巴士 你竟然在一個海邊吹風 牛爛 那 當時 我們基於這些理據 就跟政府說 我們不認同這個計劃 但同時間 我們跟政府說 你有心做的 不如正正經經搞一個交通博物館 有問題是 我們還要拿了 有一點政治不正確 又要講英國 英國倫敦的交通博物館 我們直接跟政府官員說 給他數據 倫敦交通博物館 2009年 接待了超過二千萬人次的遊客 接近三十萬人次的遊客 正是門票收入 折算接近三千萬港幣 而且博物館還有其他收入來源 賣紀念品 還有長地出租 拿來拜酒 適合你了 適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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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你了 適合我 現在是招募女朋友 所以妙齡少女 歡迎 在這裡認證 妙齡少女也聽不到 說到交通博物館 其實還有什麼好處 或者說 對很多市民朋友 到底有什麼作用 我不如說回一件事 去年年頭 如果有上網看片習慣 或者上網留意新聞資訊習慣 去年年頭有一條片 大家分享得很開心 就是在澳洲 適合你 有幾架 香港的舊巴士 因為有些人運了過去 保育在巴士賣 那條片 就讓大家發現 有兩架舊巴士 在澳洲城市 飛遲 最後結果 那條片 推到 還要上一步 推到完 推到完 大家看得很開心 那條片 對 那支車可以被人坐回 還要是他們拿來做 活動的 shuttle bus 說的是 現在香港 你有些古董巴士 最舊的這部 有 有沒有 我健在場 都有一些 長者 有沒有印象 這輛車 白水箱 這輛叫白水箱 中華巴士 目前香港 唯一一架 還可以拿正牌 走出街的車 要載客 要載客是可以載客的 雖然他沒有做載客的生意 但他是可以的 唯一一架 但其他呢 都是拿來吐的 其他都是 還有已經沒有牌的了 其他都是 走不出街的 要走出街 但是呢 亦都香港有一班有心人 他們留起了一些車 留起了其中有一架 最近被人曝光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叫做Dennis Gouverneum 不是啊 這架是LV30 LV30 哦 這架是中華的 勝利異形 這個70年代 一個傳奇車型來的 可以說 是的 勝利異形的意義 其實除了可能 我想很多觀眾朋友 或者在場朋友 的印象 除了反車之外 其實如果在交通文化研究上面 其實你會得到 對勝利異形 其實是會有一個結論的 就是如果沒有勝利異形出現 70年代後期 香港是會沒有巴士搭的 因為說 當時 70年代 中期出的巴士 來到香港 全部水土不服 即行不到那些爬山的路 這些有什麼前機車呢 即是引擎在前面 當年的技術 走到 是的 這一架 是有心人 花了筆錢 所以 將一架巴士 復收過來 但結果呢 現在在哪呢 在新界荒山夜嶺 日曬雨淋 即是這樣 如果文化保育呢 我們政府 不做事 民間做的 是有限 所以為什麼其實 這個交通博物館 不單止只講巴士 是的 我們鐵路也有網民管香港 但是其實都放不在車 做得不夠 還有一架呢 就是本來要放在尖沙巡頭 那架什麼 舊火車卡呢 結果現在呢 繼續在牛塘 日日日曬雨淋 他好一點的 套著帆布 不是啊 好像最近拆了 不是啊 據我看到的照片 真的慘不忍道 即是你那個 就算放進去這個大埔 都說不夠位 那不如建多一個博物館 集了巴士 鐵路 甚至道輪 甚至飛機 都是一個交通工具 或者是汽車博物館 喂 為什麼不行呢 這個可以很好的attraction 來 我做一些善情少少的事 剛才是看過這張 是不是 給大家看 是不是企你很多啊 這架 一架是英國的 這架同樣是一架 中花 的勝利異形 但在說這架車 現在在哪呢 大家知不知道 這個在英國呢 就是被人買回英國 接著去服收在蘇格蘭的 有沒有記錯 沒錯 蘇格蘭 巴士博物館 即是搞一下很大禍 現在如果蘇格蘭公投成功 這架東西 都不知道 到底是叫做英國 還是蘇格蘭 不是 英國還是蘇格蘭 sorry 英格蘭還是蘇格蘭 是不是 但是這架車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還在走著 行得動 行得動 還要呢 蘇格蘭交通博物館呢 是每年有大概兩至三次的公開活動呢 都會拿出來 是接載一些參觀者 是啊 大家想不想 香港有些這樣的事情發生 即是可以有些舊的巴士 給大家還舊的坐 是可以坐回來 那些車是可以走得動 坐得回來 你看看香港 目前找到最健全的兩架勝利議員 殘到這樣 你有什麼感覺 陰公豬 真是陰公豬 所以為什麼呢 你看一件事情 我們會跟進回 就是要求政府 做一個好的文化保育 就是我們的交通文化 因為雙層巴士 全世界不是很多地方有 倫敦之外 英國倫敦之外 只是香港是會用得這麼密集 再之後 香港之後就是新加坡 這些全部都是跟英國 有關連的一些城市 其實很重要 有一件事 可能很多觀眾 很多朋友 都未必這麼明白 到底有什麼價值呢 好簡單 看片看得這麼開心 如果有間實物出現的話 其實最重要是為什麼 在說文化 為什麼交通文化值得保留 因為我剛才說 香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雙層巴士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的人口密度 這個反映著我們的城市發展 1949年 國府遷台 中國內地大量難民湧入香港 它是不夠車去接載的人 但是又不夠人去駕巴士 所以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 就是引入一些雙層的巴士 一個司機就做到兩架車的載客量 這個也是其實 如果比較學術一點來講 引申出來一個交通歷史文化 它承載著一個地方一個城市 它的歷史和人民文化發展 社會經濟人民文化發展 如果我告訴大家 是真的有一架 這款的 留在那裡 如果有機會 擺出來 甚至乎有機會 讓大家 坐一下 是不是很棒 是不是很開心 這些 好了 首尾應該差不多了 先說一些近一點的事情 今天 這個東方日報 我真的 很興奮 其實它在做什麼呢 在說 Roseau 這個廣告 比例過多 這件事 引申到想插什麼呢 就是插 九巴 的財技超班 年年加價 日日收車 1997年開始 將這個 九巴 你買個股票 變成了 九龍 九巴控股 後來還改了名字 叫做什麼 載通國際 載通國際 九龍巴士 1933 那間公司 就是大家坐開 見開金色的巴士那間 那 以前是紅色 就變成了一個 就是巴士營運的部門 嗯 那些 以前 巴士公司不是說 會在車廠的地皮 走去 走去 賣了去起樓 嗯 發展 不是去賣 他自己發展 說要起樓 就是好像這個 萬克頓山 美夫 就是以前九巴黎智角廠 創紀之城 就是這個 叫做 九巴觀航廠 還有一個 你不說不覺的 鮮樂廠 以前這個 對 鮮樂車廠 最早期 現在的叫做 美居中心 還有一道 真是不覺不覺的 現在叫九龍一號 什麼九龍 九龍商業中心 名字真的叫做 九龍商業中心 哪裡來的 不是尖沙咀那個 葵涌葵窗路車廠 哦 OK 我還以為你說 還有一個更加早期的 以前 九巴 還是這個雷氏家族 作主的時候 其實都有做地產 不過 就叫做九龍建業 不過這個九龍建業 就已經 都不是雷家的了 都買了 但是呢 九龍建業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物業 就是這個 叫太子 這個 太子 什麼地方 始創中心 以次表什麼名字呢 我打算說一個 懷舊一點點的名字 麗星海星戲院 大家記不記得 還有記不記得 那些戲院 播的戲 通常是誰出品 新麗成 阿Sam 光頭神探 麥姦 是的 那些 最佳拍檔 是新麗成拍的 大家都知道 什麼 新麗寶不同 新麗成 我們說的 新麗成 是唱片公司 新麗成 到底跟九巴有什麼關係呢 那其實就是 因為是雷士家族 投資的 以前其實 我新麗成的老闆 就是九巴的雷士家族 那所以 應該你看到 光頭神探 這個最佳拍檔 那麼多 在九巴車廂裡面 拍攝的鏡頭 飛車 巴士的車子 飛過 Sam 開著電單車 為什麼呢 都是這些 但問題呢 你分散投資 再商言商 是很正常 但自從 再通國際出現之後 再分拆路訊通出來 就大件事了 現在看到 通常這麼多年來 巴士的車身都會賣廣告 對不對 那些收益 本來是巴士公司的廣告 廣告部 即是1933號版的廣告部 那些廣告收益 就是用來補貼營運 對 這些非票務收入 就是補貼車資收入不足的虧損 即是車身廣告 或者可能有一些 例如以前好像 車站廣告 車站廣告 或者甚至剛才說的地產項目 對 但問題現在呢 廣告就見多了 甚至價格巴士都賣車身廣告 現在因為分拆了盧順通出來 連Roseau那些廣告 那個收益 跪哪裡啊 跪盧順通 那盧順通的大佬呢 盧順通最主要的股東 是73%股量的 就叫做再通國際 但問題是 但呢 記住喔 九巴呢 1933號公司 也都只是 再通國際的一個子公司 即是這樣分拆了 下面呢 再通國際在上面 這裡頭頂 這個路信通 和九巴 1933 其實是分開了兩名公司來的 即是說呢 其實現在九巴的 車身廣告 車廂廣告 Roseau廣告 車站廣告 的收益在裡面 去了 再通國際 即是沒有去補貼巴士公司的營運 又不可以說完全沒有 因為呢 那呢 Roseau和九巴買個位 去貼廣告 去裝電視 其實都給了一筆費用 只不過 那筆費用 是否一個合理市價 就成為一個移民 大家可以翻查回九巴 不是 翻查回再通國際那個年報 和Roseau的年報 每架車給回多少錢 即是平均八千多元一個月 一個月左右 我真的慘了 一年了 一年八千多元 廣告賣多了 撥下去巴士營運的收益 就跌了這麼多 喂 你何達 那你為什麼1933 應該不是經常說是錢 經常說加價壓力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那些錢 不是下了去巴士公司的口袋 而是下了去沒有公司 再通國際 再上一個甚至叫做新鴻基地產 問你死了沒有 所以有一件事 災通就連連賺錢 九巴就連連實錢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這樣 而且真的 連連加價 不是日日壞車 是日日收車 收到現在 算了收車都不夠誇張 澳門試過收線 我沒試過 這些情況 其實可以看得到 香港的交通運輸政策 會看到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是做了一個缺口 政府的專營團批出的時候 做了一個很大的缺口 沒有阻止巴士公司 去將這些非票務收益 去分拆 令到沒有這些非票務收益 去補貼 補貼巴士盈運的虧損 為什麼我們看到其中一件事 也可以說遠一點 天星小輪 為什麼說他們經營困難 他們都有用非票務收入 去補貼船的營運 但他真的那塊錢 是落回去 在碼頭外賣廣告 真是落回去天星小輪 而不是落了他的母公司舊倉 是啊 這一件事 可以看到 這個見智盜民 叫救命那些是真的 是啊 好啦 講了這麼多問題 我又回到廣場 先 我們在這兒接手廣場 是吧 叫做其中一份子 這個言論自由 我想你都很認同 是吧 即是我們 剛才節目一開始都講過 我們可能跟林伯的關係 是吧 我們回了禮 星期六 我做了一個多鐘 風波旅的茶杯 你更威風 我又多威風 你簡直是 昨晚 不是星期日晚 我講了幾句 不過你幫我整天 在這兒說我在唱歌 我哪有唱歌 那張照片是這樣的 對不對 喂 但是 你不是想我現在在這兒唱歌 對不喜愛你嗎 不要 大哥 我怕凍傷 但是其實 如果當晚有聽直播 有看直播 或者當晚在現場 我也要幫你頒賬 大班 喂 你說大班 吸你了 好像是事實 當年是1998年 我作為一個死年輕人 打上去一個風波旅的茶杯 因為當年 在這個中華巴士的經營不適 被政府收回專營權重新投標 但是呢 他就說了一些東西 其實呢 就不是事實來的 就是說 他說中華所有都不買新車 那時候其實中華是買了14架新車 是喪陷緊期間來的 嗯 那就是可以打上去的解釋 就是 喂 你不可以 你說他做得不好 不夠可以 但是你不可以屈他 那我作為一個知情人士 是不是一個義務 應該打上去澄清先 雖然我不是中華巴士的員工也好 但是我現在是一個普通市民 我都覺得中華有些東西是不好做的 但是也不可以屈他 對 這個 喂 然後怎知道大班當日 我打上去 我都還沒說得完 我說喂 中華不是沒有買新車 他還沒 14架 我還沒說到14架 他說 他那些做事 那樣的意思 就是大概 真的太久了 太久了真的忘記了 大家當日說了什麼 總之他就是有他講沒有我講 這個事實來的 哈哈哈哈 結果就收了我線了 那 大班有他講沒有你講 這個又出了名的了 那這些慢慢再跟他計算 我會跟他回舊帳 OK 但你那次被大班吸線的事件 令我想起近期一單新聞 什麼單新聞 那 就是這樣的 我又回算你帳 那大班說到有一件事 當年中巴 就不買新車 行舊車 其實香港呢 很過癮的 有一個概念就是 車舊了 就一定要 搶 這些就是 最近又有一些環保團體 走出來說 要盡快淘汰 那些歐盟二營的新車 不是 老爺巴士 雙用車 甚至更瘋 政府這個環警局局長 黃錦聲 溥兒的弟弟 竟然說要雙用車 15年不再續牌 喂 有病 就是裁油雙用車 先說清楚 有病嗎 就是可能電油雙用車 他就不會 喂你找一輛 電油的貨車給我看 大哥 他不是跟你說 輕型貨車有 當稿 不過給你也不會買的 你問整個 做貨運業界 客運業界 都好 聽到幫稿的名字 都嚇到要掉頭走 或者這個叫 Econovan 福特版 對 那個掛不同牌頭 同一間廠 你 那個問題是 第一 車舊 是不是代表著 一定是落後 你說它的排放 是不追得上 今天的標準 沒錯 事實來的 但問題是 但我要問多一個問題 你說他追不上這家標準 嗯 你可以跟他 upgrade 等於 那個人 做了 畢業十年 他做了十年 他那一套 都要持續進修 不是炒了那個人 我們經常說 喂 他那一套如果還未配合到 現時需要 就持續進修去上學 是 對 你說 但你不會這樣和他的改變 就是炒了一套 或者要殺掉他 但現在 巴士課程大家的概念 好像就是說 好 救救機器 扔了 但其實可能機械結構良好 車身結構良好 保養做得好 然後這樣做得好 其實可以有很多選擇 特別像巴士 大家有沒有哪位 過去這兩年 有去過澳洲或者英國旅行的 現場有沒有 有沒有人去過 可能少一些 大家如果去澳洲 Sydney 或者 Melbourne 或者倫敦 有沒有發現 當地有些觀光巴士 很熟口熟面 等於我們剛才說 無緣無故看到 在Sydney 有幾架中華巴士 用九龍巴士出來 那兩架不要計 現在在倫敦 在澳洲Sydney Melbourne 在倫敦買了一架 舊巴士 香港已經用了 超過二十年的巴士 17年 運了去當地 用來改裝做開頂觀光巴士 但在說 做了一個動作 由原本 所謂的環保膠 即是說不環保 歐盟前期的引擎 換了一副 歐盟三型 有些可能是歐盟五型 它視乎 當時買回去的時候 要符合什麼條例 最新的一部 大家有沒有印象 以前中巴 在大會堂 旁邊搭進去赤柱 那一款 那一款叫 MCW 有沒有印象 那一部好像改了一副歐盟 最新的一部 在澳洲 西德尼 換了一副 美國 EPA11 最新標準 更強過 EURO5 歐盟五的引擎 其實很簡單 如果它的結構 是安全 機械是正常 你只需要換了一副引擎 就可以符合當時 最新要求的環保條例 沒錯 就算它不換了一副引擎 其實它都是合乎規定 不過是它拿牌的時候的規定 是的 難道今天我們說 一架新的EURO5 的車十年後 我們就說它不環保嗎 就要馬上要鋪掉它嗎 就是這樣 你說的 香港人最喜歡做好現實講錢 我就跟大家講錢 2009年 我又政治不正確在講英國 英國倫敦的Stage Coach 巴士公司 在2009年做了一個動作 將旗下車隊入面 50部原本是歐盟二營引擎的巴士 換了做歐盟五營 好像那個是用了的錢 只是一輛全新車的 三分之一 但那批車就可以走多十年了 沒錯 環保地走多十年 環保地走多十年 好了 為何我們說 亂拆車是不環保呢 亂拆車 因為大家要記住 那些車全部都是金屬去做 而裡面很多機油 那些東西 在裡面滲入了很多 因為機油都知道為什麼要下機油 就是防止金屬磨損的時候 令到車提早磨損 但問題就是說 那些機油裡面 都有很多重金屬 你怎樣處理呢 你怎樣處理呢 現在大家都知道新界那些拆車場 拆華就是怎樣環保 拆一拆就拆車 拆一個引擎出來 結果就流到那些 那些機油 周地也是 然後滲入了地下水就出事了 甚至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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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有一個說法 喂 不拆不想拆 不想搞廢 金屬回收 就乘一架車 運到第三世界 國家用 喂 這些叫什麼 這些叫污染轉移 甚至乎 喂 你不要的東西 拆去第三世界 很不公道 那就是 是不是我們有錢大了 就是那些叫做什麼 我有錢 我給出錢 搞這些東西出來 我就不用顧你感受那些 唉 即是 甚至乎 牛哥有話說 好 給牛哥說兩句 我說給你聽 為何要15年後 就要剪刀呢 這個 你檢查政府 跟那些 生產商 有沒有勾結 這個很重要 要多說 你要檢查清楚 資料我還沒有 但是你說 現在將15年 15歲後的車 全部都剪刀呢 這個 所謂貨櫃業運輸 已經是植若行業 你叫它倒閉的 我為什麼會上去呢 一大牛就上來 有個小牛在這裡 小牛就問過 它是貨櫃車 車頭 車主 是會不會的 阿牛 你講講 如果真的要你們湯車 你們還買不買新車做 還是執了嗎 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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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它 不要緊 不要緊 暢所欲言 還你剛剛講到 是嗎 是 好 其實現在貨櫃業已經暫落了一個 差不多是一個 植苗 植若行業 如果政府想要走這部棋 逼我們15年車換車 跟替車輛 這樣沒有可能經營下去 一來其實現在我們的運費 根本上這十多年 是真的沒有提升過 我們自己在一個很癌苦的狀態 癌打的狀態 一直這樣很艱苦 經營下去 如果政府真的要我們走這部棋 的時候 我們真的只為了三眼門 就是不 唯有跟政府在生日食品 拿回一些縱門 那些東西 就是逼我們 逼我們 逼我們走這部棋 很不想走這部棋 其實另一樣 不止你們貨櫃 貨運業 因為這些貨車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車心 例如好像我自己本身 也是在做一些清潔行業 廢物處理行業 其實很多這些 24噸 30噸 16噸的大車 就是很多公司 如果你接證股票 很多都已經是逼你 一定要是轉一些 叫做合乎最新的歐盟 4型歐盟 5型的車 其實透過那些地方 已經可以退了一些部分的車 去賣給一些叫做中小企 他們可以做其他 沒有那麼要求高的一些服務 去使用 但是你現在政府 這樣去做 連那個賣 那個第二次賣 有這部車的機會 那個價錢 都會受到影響 其實到頭來 所有到時 這些標格 政府這些標 其實都會結果 大家的業界 只會去搭載公司 只會去搭載公司 是計成本高了 到頭來 花多了錢 就是在市民荷包打結 而且到頭來 我覺得 在運輸業來說 經營者角度來說 到頭來 只是製造另一個霸權出來 大公司才有本事去接生意 這個 這個真的 一定是這樣 還有一個問題 剛剛很贊成你的問題 譬如一個車 適量保養它 其實應該是很耐用的 沒錯 真的 譬如說 我不是說 的士行業這樣 如果 如果去過的士 就算他在走的 走的遊戲 如果保養得不好 噴出來的死器 就跟我們一樣 這個 我們只不過說過 說過 這個其實 這個柴油的士 可以回憶 是啊 之前我聽過一些 看過一些 我真的不太記得 有些報告說過 有些研究說過 在歐洲那邊 現在人們 那些私家車都研究了 走回油渣 原來油渣是最環保的 其實我可以告訴你 兩個重點 第一 你講的那個研究報告 其實是2007年 由理工大學做了出來 關於石油器的士 揮起排放超標的問題 因為現實上 他們見不到核煙 他們就不整車的 因為香港人就是這麼壞 對不對 不壞就不整 所以這個是另一個問題 不過我這樣 希望政府 不要針對某種行業 希望 我不希望 即是怎樣 弄到我們 走到最後一步 希望你幫我們不要緊 你不要踩多我們一腳 是 這個很重要 是啊 其實我會回帶 關於這個 topic來講 我會回帶 有一件事 我都是講一句 黃錦星 你不懂就閉嘴 一架重型貨車 尤其是香港 哪有普遍用歐洲車 對 歐洲車的設計 使用期限 在講 超過20年 其實我開了一架 在走21年 是的 我是歐洲的富豪車廠 富豪 富豪 米數過不過200萬 我想 應該都差不多了 你放了長途 過境一定過 我不是過境 我就是走本地 走本地 講 一架車 本身車廠設計出來 可以這麼耐用 但是你特區政府 特意要搞些東西出來 要廢它武功 要逼它 要被自殺 我真的陰謀論說 幾個星期之前 我看《城報》 就見到一個全版的線稿 大陸製造的貨車 OK 是不是為這件事鋪路呢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去陰謀論推斷 其實有一件事 我就想了很久 我都不明白 歐洲那邊 人家已經科研了很多年 只在走1、2、3、4、5 5期 剛剛最近出 但是為什麼我們國內 可以這麼快 研究到大五期的 因為它買歐洲的引擎技術 回來做 它買歐洲引擎技術 而且那套標準是會低於歐洲 一點點 它要過5 它不是歐5 來香港也是加歐5 香港就要加歐5 但是它內地走的 全部是過5 但問題 我經常在想 我見識少 我不是說看低 但不是國內的技術 但問題是 歐洲的技術量力量這麼高 至剛剛近期 推出橫保5 如果它這麼快 推出橫保5 夠不夠技術 我整間都疑問 其實這件事 可以去看 或者客觀點說 其實你說大陸做的車 香港都行了十年 差不多 那些旅遊巴 都行了十年 差不多 那都起碼叫做 我想都可以這麼說 Lesslie 應該運輸署環保署 都叫做霸到關 是啊 沒錯 至碼都知道質量 是可以你回大陸看 或者叫做安全方面 都叫做做得到 但是不是 但是我 如果在露面的觀察 出什麼時候 在露面 如果真的壞的車 車輪的巴 來講 是因為現在多 可能 還有一件事 它的車身 那個降水 的確我是看到 跟香港做的車身 是有分別的 這樣牛哥 是怎樣 我就有一個提議 我們 RTV那個技術 問題解決了之後 我們開一集 專研究這個課題 好嗎 好啊 多謝你了 好的 多謝你了 好的 多謝 多謝 你說 剛才我說換引擎 都是外國例子 是不是 香港有沒有發生過呢 Lesslie 香港 誰知道換引擎 整個車身換起來 都有 單層變雙層 不是 我不是說那些 這麼久的世紀 我是說近年 1997年引入寄費 Coyle Ride 歐巴 的巴士 旅遊巴士 在走了大概 七至八年左右 那個 原本的新加坡打的車身 開始悶了 那人拿去換 換了一個 香港土炮打的車身 就是中港之星 很多女生旅遊巴的朋友 都知道了 結果到今時今日 都還可以走 還可以 車身質素 比原本的新加坡 還要保養 好 繼續保持著 沒什麼黑煙 你如果說集中 說 說 換引擎來計 來計 那 我不知道在場 或者觀眾朋友 有多少有印象呢 以前行大霧山 行全錦公路的 五十一號 本來只有單層巴士行 是不是 後來去到九幾年 大嵐隧道又未起的時候 但錦田又多人住了的時候 是不是發現 五十一是拿 有雙層巴士出現 不錯 講那批車最早期 九包為了應付 這個客量需要呢 他將那部雙層巴士 原本 那副180匹的引擎 換了它 換了副270匹 大約60%的power的引擎 上去就拿來行大霧山 那這件事呢 充分證明呢 要改善環保 廢氣排放問題呢 其實 是一個可以 是可以著出一個考慮 你說可能很多技術那方面 怎樣去處理 我會覺得 香港人的智慧和能力 是很厲害的嘛 喂 不要說香港人了 很簡單 新加坡我們鄰近的城市 有些走了十七年左右的巴士 跟著 他退役了單層的 跟著 那個買家是誰 是賣了去泰國曼谷市 但是他乘過車身 撿過前後 跟著 還有 一副引擎 有一副柴油引擎 變成了一副天然氣引擎 而那個車走出來的質素 那些行車表現 竟然 是寫回 我們問一些行家 是回來 是竟然被一些 和他同年份買回來的時候 是全新的中國製巴士 更好 更好 那些歐洲的平治巴士 但是呢 香港很多人 就扮專家的 他的節目尾聲 我一定要 和一個人翻舊帳 那位是哪位啊 這個呢 就叫盧國強 昨天呢 尖東丹意外呢 他又在那裡握廢話 就是有些東西 麻煩他 透過這個平台作出了公開呼籲 麻煩你盧國強呢 找清楚了才好說話啊 不是啊 我要他直接收聲啊 我今晚 我們要有言論自由 不過麻煩呢 講話之前 找清楚了 那就是說 說錯數據呢 真是很大鑊 但是整件事是兩回線 一輛巴士沒有可能80噸 是啊 一輛車香港最高 正常 就算貨車都好 都是16噸 不是啊 貨車啊 都是30噸 30多噸而已 什麼事 過季都是48 那是GVW 是總重 連貨 OK 那 一件事 他講錯已經不是第一次 我今晚會在我自己的個人專頁裏面呢 我會post一個紀錄出來 他是錯完又錯 不過到最後 我一定要跟他翻一個舊帳 幾年前一單 巴士的交通意外 他講過 巴士車身的玻璃纖維 魷魚紙紮 但麻煩 有圖有真相 巴士的車身結構是一個骨架設計 麻煩 找清楚資料 才能繼續講話 今天公民廣場的節目時間 就是這樣 接下來的節目是 接下來呢 我就抓到一個狀元上來 三分鐘之後 我們來一個的節目環節 到時是誰呢 稍後見吧 今天多謝Leslie 多謝各位 拜拜 多謝各位